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劳聚焦 12月8号CNN 这是Chris 叫Chris Krummer 那个人是他的老板 叫做Jeff Jack Jeff Jack呢 是CNN的老板 那他在星期六 大概向员工解释了 为什么把Chris Krummer给开除了 开开除 那他也明确表示说 不会给遣散费 不会给遣散费 也不会给他 因为还有三年的合同 他去年签了四年的合同 所以还有三年的合同钱 也不会给 但是呢 Krummer呢 请律师要要这笔钱 1800万到2000万 应该还有奖金了 他固定的有奖金了 这样的话就是出现一个现实的状况 CNN正式回复了Krummer的说法 正式回复了Krummer的说法 那也就变成了 那也就变成了CNN呢 会不会走向灭亡跟崩溃 但我不好说 可是呢 我们看到一个场面 就是CNN就目前来讲 它的顶尖的这些主持人 所代表的价值观 它的价值观 它表现出整个CNN 它在宣扬什么东西 那只能叫宣扬了 因为里面包含了太大的欺诈的成分在里了 所以它不是一个新闻展示 不是一个人性的 就是正面的一个评价 而是我们看到一种败露 而它的影响力 它对民众的影响力 对人们所产生的类似洗脑的故事 都可以从中窥视着 感谢观看